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人的成功从不要脸开始 很多人为了脸面活 为了脸面死 为了脸面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他们不知道 一个人的成功恰恰是从不要脸开始的 前太平洋集团总裁严介和说 我们干大事的从来不要脸 脸皮可以撕下来扔到地上 踹几脚扬长而去 不屑一顾 不要脸能抓到更多机会 一个不要脸的人 也许还能抓到他生活中 本来不是他的机会 但是太好面子的人 永远会失去本来就属于他的机会 我读大学时 周末去学校露天舞场 跳交易舞 作为来自农村的孩子 我内心有着深刻的自卑 跳舞时只敢邀请长相普通的女生 邀请漂亮女生 难道我不想吗 我在想 如果我邀请漂亮女生 这个女生可能会说 你居然敢请我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要真出现这种情况 我的脸面往哪放呢 所以为了避免失败 我干脆专挑长相普通的女生 可是有一次 我邀请一位长相很普通的女生 竟然遭到拒绝 当时的我 顿时觉得颜面尽失 羞愧难当 感觉大家全在用嘲笑讽刺的眼神 在看我 于是我静下心来 细细观察舞场 竟然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 大约500名跳舞者中 男多女少 女生自然紧俏 按我们正常的想法 应该是漂亮女生会更紧俏 然而事实上 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反而是长相普通的女生 特别抢手 非常漂亮的女生 被邀请得极少 我恍然大悟 原来大家同我一样 都有自卑 都有内心的恐惧 都不敢邀请 非常漂亮的女生 接下来 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放下面子 邀请舞场中 最漂亮的女生 就算被拒绝 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 会因为这件事情 就改变了吗 于是 在偌大的舞场 我绕了两圈 选定最漂亮的女生 无曲一响 我自信地弯腰伸手邀请 漂亮女生微笑着 欣然接受 从此之后 每次跳舞 我专挑漂亮女生 无往不胜 这个伟大的发现 我用在找女朋友上 同样发生了奇效 大学毕业一年多的时候 一天晚上 我看电视时 发现电视里有一位女主播 青春靓丽 一顾清新 第二天 我跑到市电视台 找总编室主任聊天 了解到 这位主播大学刚毕业 来电视台才三个月 接下来我展开 我展开热烈的追求 最终如愿一场 后来我太太问我 我一直很纳闷 别人都不敢追我 你长得这么丑 又没钱没权 怎么敢追我 我哈哈大笑说 我胆大心细 脸皮厚 李敖曾说 遇到漂亮的女孩 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去追 怕人家拒绝没面子 那就证明 面子比这个女孩重要 那你就活该错过 人生在世 无非是笑笑别人 然后再让别人 笑笑自己罢了 现在的不要脸 将来才能长脸 千万不要因为脸皮太薄 而放弃 这样的人 一生都逃不出 卑微和贫困的牢笼 不要脸 才能成长 我们太要面子 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内心就会充满恐惧 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不敢迈出 生命的第一步 以至于生命之路 再也走不远 新东方教育集团 董事长余敏洪 从北大辞职出来以后 作为一个北大 快要成为教授的老师 马上换成 穿着破军大衣 拎着浆糊筒 专门到北大里面 去贴小广告的人 他刚开始 内心充满了恐惧 他想 这里可都是我的学生啊 果不其然 学生就过来了 哎 余老师 你在这儿贴广告啊 是 从北大出去 自己办个培训班 自己贴广告 学生说 余老师 别着急 我来帮你贴 他突然发现 原来 学生 并没有用一种 贬低的眼神 在看他 学生只是说 余老师 我来帮你贴 而且说 我不光帮你贴 我还在这儿看着 不让别人给他盖上 逐渐 他就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克服了恐惧 不在乎自己的面子 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你才能成长 也正是有了这样 慢慢放下面子 抛弃恐惧 不断增加勇气 他有了自己的事业 有了自己的生活 有了自己的未来 我们一生有多少事情 是因为我们不敢 所以没有去做的 如果我们内心 充满了恐惧 怕人说 怕人看 渴望得到 所有人的认同 往往会扼杀人生 更多的可能性 活在这世上 抛弃恐惧 多点勇气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放下输赢和脸面 人生会有更多可能 不要脸 才能干大事 内心足够强大时 就不会在 湖外界的眼光 就能够为自己 热爱的事业 豁得出去 马云在杭州师范学院 的时候 走遍整个杭州师范 就要找出一个 比他长得还难看的 结果 找遍整个学院 一个都没有 你看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心灵折磨 后来他说 男人的成就 和他的长相 成反比 这句话 给了马云 强大的自信力 让他坚定地 告诉自己 一定要干出 一番成绩 他给自己 定了一些 非常高的标准 要从专科 变成本科 要变成 校学生会主席 要跟学校的美女 校花 谈一场恋爱 结果 他在大学四年 全部实现 当一个人的心灵 被打动 被唤醒 从此之后 他就会坚定 自己内心的追求 坚持自己 对未来的追求 1995年 马云推销公司的 互联网产品 中国黄叶 那时候 大家不知道 互联网是啥玩意儿 都认为 这人是搞传销的骗子 把他拒之门外 换作一个脸皮薄的人 早就放弃了 但他没有 他脸皮厚 不怕拒绝 一家一家敲门 一遍遍对牛弹琴 两年后 他竟然把营业额 做到了700万元 后来他创立阿里巴巴 资金遇到困难时 到处拉投资 厚着脸皮 在投资人面前 一遍遍地 讲阿里巴巴的 红尾蓝图 别人都觉得 他在吹牛 不愿投钱给他 但他全然不在意 别人的眼光 坚持到底 才有了如今的 阿里商业帝国 马云的人生信条是 不要脸 坚持 不要脸 优秀的人早就明白 在没钱 没本事的时候 面子是最没用的东西 为了以后的成功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要脸 真正有能力的人 从不在乎面子 面子才是世上 最廉价的东西 干大事的人 从来都是不要脸 他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放得下身段 弯得下腰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专注为梦想而努力 看看那些成功的人 他们一定都有一个 共同点 就是不要脸 他们不在乎 别人的眼光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华为总裁任正非说 只有不要脸的人 才能成为成功的人 一旦学会了不要脸 我们的内心 就会变得更坚强 不容易被打倒 做真实的自己 别怕丢人 最后你会发现 一旦鼓起勇气 不要脸 人生 会别有动天 好了 那今天的文章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 不见不散啦